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实际又有理论方面又比较专业的一个话题了 其实好多人我们相信听完我们访问之后 都会对自己将来买房子的时候 还多一点心思要留意一下了 尤其我们知道这个房价 在加拿大房价一直在上涨 比如说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看到眼前的一个情况 觉得自己能负担得起 当然长期综合起来的因素 并不见得是这么简单的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多伦多的房价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就是感觉到说房价太高 可能到了这种bubble的时间了 也有一些人说房价可能还没有 还有一段的空间 那我这边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就是说房子的这个承受力 通常买房子在北美都需要一种mortgage 很多人都是用贷款来买房子 所以不是像在中国买房子 那就是cash摆在桌面上 把存款全部都丢出来了 不存在利率的问题 不存在市场高低的问题 但是在北美这个影响很大 利率跟房价的这个 它的这个sensitive的这个点非常重要 那比如讲就是说在25年前 房子在多伦多overge 15万就可以买一栋 唐人街我听老人家讲说是 6万块就买一栋 对 就可以买一栋房子 在20年25年到30年之间 那个那一阶段 但是当时的利率非常高 13里高的时候 13里的就是用15万来买一栋房子 13里的利率 然后放25%那个down pay 大概大家贷款都在 大概在12万左右 上上下下 但那个时候的13里的利息 月供本金加利率 大概叫1600多块左右 月供就要这么高 没错 我只是用一个run的这个价位来算 那那个时候的15万的房子 月供是1600 今天用1600供三里的房子 可以供到40万上下 所以房价在25年之内的 涨了一倍半 但是月供还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下就说 可以看到这个房价上涨 但是这个利率下跌 这个承受力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房价跟这个利率 永远都是成一个反比的吗 可以这样讲 但是就是说按照 就是说这种formular的 针对这种工薪阶层的 是比较容易计算 你一个月的家里 总收入3500块 你的开支1500块 你还能承受得了 如果你的开支是 房子上面就要开支到 3000块或者2500块 你根本没办法生活 所以它房价就是bubble了 就是怎么讲 它这个房价涨不上去了 所以从这个比例上来看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chart 所以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来争取要买房子的时候 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收入 包括支出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formular 给我们参考一下 怎么样自己才是有一个 承受的一个能力 没错 去供一套房子 没错 这是房价 房价上涨是靠银行来支撑的 这个是 总款是银行来的 这个利率如果上涨 那就会直接影响承受力 承受力的标准比例 43个percent是最健康的 这是在加拿大统计来算 这个43个percent是 只占哪一部分的43% 是总收入的43个percent 你的房屋贷款 跟地税 水电煤气 保险 还有一些物业维修费 加在一起 总付款是43percent 如果说你的这个 还有57个percent 基本上在于你的衣食住行 生活费 交通费 学费 保险费 还有旅游费 及政府税务 日常生活的一些开始 如果说这个利率 房价涨 利率也涨 那这个利率就要从哪里涨 那个负担能力就加大 每月工就加大 那就从你这个56个percent 57个percent里面抽 如果它继续涨 继续涨 涨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你没办法生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bubble的点 但在现在的市场来讲 就是说对工薪阶层 有点吃紧 虽然利息很低 但是工薪收入 房价上涨 还是这么高的 这个付款能力 有一点就是说 接近那个点 但对那个高价位房屋 不受限制 为什么 这个高价位房屋 因为它那个资金来源 有一些人是资金 就是家里给很多钱 或者是股票赚到钱 或者是自己的高收入 还有一些生意 这类的东西 它这个钱是来源于 不是工薪 但它每个月的这个开支 它可以从别的地方调过来 或者它把档配加大 或者一次性付完 所以这种房屋 就是不受这种chart的限制 或者中个彩票 一笔钱都可能把这个档配 一定要是就是每个月 有固定的收入的 对固定收入里 就对这个chart 比较可以适合它 但是说资金来源于种种方面的 这种的房位 价位的房子的 在目前来讲 还有空间可以涨 原因在哪里 因为利息非常低 它如果有现金 对有钱人的来讲 现金多 也面对一个问题 inflation来了之后 现金会贬值 它往哪里放 它还继续会放在 不动产上面 或者能源上面 所以高价位的房屋的空间 还有 但是高工薪结成的一种 可以用这个chart来衡量自己 是不是适合自己 继续买房居住 或者是不是适合去 尽快卖掉 还是说有什么 自己的计划 利率不动 现在大家都很好 如果利率上涨 到一定的程度 很多房屋 持有者的承受率 就会明显地看得到 那我刚才看到 这43%的一个比例 那么根据如果房价 也在上涨 同步的这个利率 也在上涨的话 这个比率还是 永远都保持一个43% 还是说这个上涨的比率 就是跟这个房价 包括利率的上涨比率 有一个同步的 一个比例关系 有一个同步比例的关系 如果房价高 利率低 证明还有空间 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 房价高 利率高 这个房价就出问题 房子出问题 就是整个市场会出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 这个根据目前的状况 包括前两天 因为现在整个加拿大的 整体的这个基准利率 应该是短期的 也会保持不变了 当然是各个银行的 这个mortgage的贷款利率 还在调整的 所以说 但是比如说 在自己在买房的时候 可能 因为你毕竟不是经济专家 可能这个远见度不够 是不是自己在买房之前 要最好多留一点点空间 给自己 正确 就是比较经济的一个观点 像现在是讲 说是prime是三厘 在银行拿到 可以优惠2.7 2.6 但是如果银行 就像最近银行的浮动 加了0.5 那就已经过3.3厘了 如果这个利息 再继续往上涨的情况下 每一个房屋持有者 就要预松一点 看他的人工 是追不上房价的上涨 是 另外我们最近都在讨论 有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 加拿大最近的通货膨胀 也是达到了历史以来的 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点位了 那么这个通货膨胀 很多人都说 对这个房价各方面 是不是有点异样 包括我们消费者承受力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 必然的一个直接联系 要去考虑通胀的因素 一定有 因为通胀的第一 就是说对这个房价 会有一个浮动 对这个工薪结成收入方面 也会有一个浮动 那你就从去餐厅 少去一餐 如果工资不涨 通胀一直在涨 你的钱就不值钱了 没错 那就是少买 女孩子少买两件化妆品 可以调整 没错 但是最好呢 因为未雨绸缪嘛 对不对 还是要留点空间 留点空间给自己 包括买房子 说自己手头要宽一点 因为毕竟有一些时候 你需要一些 紧急方面的用款 等等之类的 有时候你如果公布起这房款 就比较遭到一个局 好了 非常谢谢刘先生 那么之后呢 刘先生 之后刘先生 我也上来呢 我们继续探讨一广 房地产方面的化妆 谢谢刘先生 好 马上时间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 广告回来呢 继续跟大家一起来 聊其他化妆 稍后见 谢谢